我叫谢新宁 今年29岁 我是一名执中老师 我弟弟是一个被拐的孩子 当时被解救以后 由于一个错误的决定 17年了我弟弟都没有回家 17年了我们没有搬家 就希望我弟弟能够回来找我们 大家好 来 妹妹你好 请坐 你是从哪来啊 我来自贵州贵阳 贵州贵阳啊 对 我今天是来找我弟弟的 你弟弟 对 我弟小时候性格特别好 他就属于那种又可爱 然后又聪明 而且呢 我弟弟小时候吧 他特别讨蛋喜欢 我小时候我挺嫉妒我弟弟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全家都宠我弟弟 那时候吧 我就记得我爸妈 给我们买了一个小自行车 然后我弟弟就非常喜欢那辆车 每一次都是我弟弟玩 然后弟弟不玩了以后 才到我玩 每一次我跟他抢什么的 我们家里面人都说 你是姐姐 你得让着弟弟 后来吧 我们那个地方不是黄火树瀑瀑 特别出名吗 然后我爸妈就想着说 带孩子去玩了 但是当时呢 就只带了我弟弟去 没有带我去 后来我 我心里面也很生气 但是我看到他们去玩了以后 我也高兴 从出生就备受家人宠爱的弟弟 在三岁时 由于父母的意识疏忽 被别人拐走 做米粉生意的父母 放下一切 前往各地到处寻找 弟弟的丢失 让这个家彻底陷入谷底 然后那段时间 就我爸妈就一直在外面找 后来又到了上海 南京 厦门 很多地方都去找过 我记得我爸妈当时去一个 一个融洞里面找 他们就听说 那个融洞吧 就是人贩子可能会把拐的小孩 就放到那个洞里面去藏起来 从我们家到那个山下 得走一个多小时 那洞就又在山顶上 山顶上 然后爸妈从那个山脚 爬上那个山 回来以后那衣服上 全是被那种刺 给戳破的那种洞 皮很多都会被划破流血 我爸爸又听说 如果把小孩拐卖到外省 那可能就会在江西樱潭 我爸就去那个鹰潭火车站 就守了一个星期左右 还是没守着我弟弟 然后那个时候我才觉得 我弟弟丢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我弟弟一天没有回来的话 我爸妈就会一直坚持地 不停地找下去 后来在公安机关同志的帮助下呢 他回来过 公安局把他解救回来了 1999年的9月中旬的时候 当时我爸妈就接到了 派出所那个同志的一个通知 就说尊义的那个警方 解救回来了一批小孩 就让那些家庭都去认一认 看看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家的孩子 那天吧 我爸爸回家的时候 告诉我们一家人 就说我弟弟找着了 然后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天那个晚饭 就一家人吃得特别开心 然后一直还在想着说 我们找了那么多年 终于把我弟弟盼回来了 我们家终于不用 一直在寻找下去了 就那一天就特别特别的高兴 我弟弟回来以后 他整个人都和小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第一个就是语言的语言方面 那时候他是被拐卖到广东 普林那个地方 他听不懂我们贵州话 也不会说 然后我爸妈没上过学 他们也不会说普通话 根本就没法交流 我爸我妈 还有我奶奶 那时候我奶奶七十多岁了 然后就跟着那个电视上 电视上那个学普通话 一个字一个字学 就是为了说 就是平时和我弟弟讲话 能够更顺利一些 那还有吧 就是吃的方面 一开始我爸妈没考虑到说 我弟弟回来以后 可能吃不了了 这样第一天 然后就弄了菜 有一点辣椒 我弟当时吃了以后吧 马上就把那个饭给放下了 后来就再也没动筷子了 当时我爸妈看到我弟弟这个反应吧 心里面特别特别的难过 他不知道自己孩子想吃什么 然后就心里面特别着急 当时想着弟弟回来了 我们一家人是非常非常高兴的 但是弟弟回来以后吧 就是和我们的想象就完全的不一样 就和我们家就感觉非常的格格不入那种 在家里待了多长时间 大概有半年时间左右 有一天他就告诉我 他说他以前在福利院的时候 还有东西丢在那 然后我爸想也没想 第二天就带着我弟弟去 那个遵义的中庄福利院 拿回来以后呢 我爸爸当时看到以后呢 不高兴 为什么 因为我弟弟拿的是 他养家养父母 给他准备的一些东西 这个东西我今天也带来了 林老师 还有林老师 你看看这照片背后有什么 哦地址啊 对 是从我们贵阳到普林怎么走的一个火车路线图 然后还给我弟弟写了一段话 这段话大概的意思就是 不知道我弟弟回到自己青春父母身边以后 生活情况是什么样的 然后他们会对我弟弟好 我爸当时看到这个东西以后 不高兴就在我们隔壁的一个公用电话 给他养家打了一个电话 谁知道呢 就是这个电话开始 他们那边就把我们电话给记住了 后来就一两个星期 常常会打电话来找我弟弟 我妈妈当时看着我弟弟和养父母打电话 心里面特别特别的不高兴 因为他想着自己的孩子丢了那么多年 终于找回来了 和别人亲和自己不亲 和别人愿意说话 就和自己不愿意说话 他心里面特别特别的难受 但是就想着弟弟 好不容易回来了 就为了让他开心 就为了让他能够心里面舒服一点 我弟弟想去接电话 我爸妈从来都不阻拦 就想着只要孩子高兴 那什么都不重要了 然后有一次吧 邀请我爸爸妈妈 然后全家人都去那边玩一玩 我们就当一个亲戚来走一走吧 当时我爸爸听到这个话以后 没答应 后来呢我妈就说 不去 坚决不去 我弟听到这个以后 特别生气 而且他做了一些 特别激烈的一些事 什么事 我爸妈那天出去进货去了 我弟弟在家里面 和我们家 做米粉的一个哥哥 发生了一点矛盾 然后拿着菜刀就去要 砍那个哥哥 就砍到了他腿骨的这块 当时吧 从外面就直接可以看到 他腿骨的这块 被砍了一个洞 我爸妈心里面当时就想了 因为他们给我弟弟说过 不带他去养父母家 他就以这样的方式来告诉我父母 我不高兴 我生气 我想去 后来我爸妈就开始思考了 是不是我们带弟弟去看了 他养父母 他就和我们亲了呢 是不是带他去看了以后 他就在这个家里面就高兴了呢 后来我爸爸就动了 带我弟弟去见他养父母的这个行事 和我妈妈商量的过程 我妈一直都特别特别的反对 我妈就坚决不去 但是我弟那种表现 他担心啊 如果这个孩子悄悄的走了 我们已经经不起那种 那种痛了 已经丢过一次了 不能再丢第二次了 所以我爸就说 要不然我们还是带我 带我弟弟去看一看吧 后来呢 我爸爸做了一个 他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一个决定 原本以为找到了弟弟 整个家庭就能回到幸福的轨道上 却没想到 与时隔六年回家的弟弟相处 才是对他们的真正考验 弟弟与家的隔隔不入 与家人的距离 让父母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 然而 为了爱 处于矛盾纠结的父母 做出了一个 让他们后悔 十七年的错误决定 一同前往养父母家 大连初二的时候 我爸妈就带着我弟弟去 他养父母家了 我爸爸订了飞机票 其实当时 坐飞机真的 特别奢侈 我爸就想着说 我们 我就带着我弟弟去坐飞机 我就让他养父母家 看一看 我们能够把这个孩子养好 在他们家待了几天 就五六天 然后就把你弟弟带回来了 没有 因为什么 那天早上我妈妈他们要走的时候 就给我弟弟说 就说我们今天要回家了 去收拾一下吧 他给我妈说了一句话 我不想回去 然后一出门就溜了 就跑了 我爸和我妈追出去 挨家挨户看 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他们村里面就来了很多很多人 当时都围着我爸爸 他们就说 他们就说 我弟弟既然不想回去 然后就让我弟弟 多在那玩一段时间 玩一段时间以后 再把他送回我们家去 我爸当时心里面 特别的难受 他从我弟弟走丢 三岁多走丢的时候 他就找 这个孩子找得特别特别的辛苦 找了那么多年 终于把他找回来了 但是这孩子 不和我们家亲 和他养父母亲 他还在自己眼皮底下溜走了 跑掉了 就再也不想回家了 我爸心里面就特别特别的难受 后来是在 再去再去找找我们儿子 我爸当时他养家 他养父就给我爸说 就在05年春节的时候 我弟弟 就出去打工了 我爸当时就说 他自己得了很严重的病 可能以后 就再见不着我弟弟 他都给他养父 归下了 我爸 给拐走他孩子的人 归下了 你说我爸 得说 心里面多痛啊 不管我爸怎么做 他养父母始终都没有 都没有松口 后来我爸在那待了几天 身体熬不住了 就回家了 回来以后 我爸就做了手术 坚持了多长时间 吐血 吐了大概半个月左右 不行了 我爸爸临去世时 我就问他 有什么想说的 我爸爸他 当时就说 他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我弟弟 他就跟我妈妈说 一定要把我弟弟找回来 不管怎么样 都要把他找回来 你们后来去找弟弟了吗 就过了大概几个月时间 我爸爸 请着我两个哥哥 一起开车 去找我弟弟了 找到了吗 没有 没看到 从那以后 你们再和弟弟没联系上 没有联系 但是我们一直都在找 实际上是什么呢 他也在提醒着我们很多的人 在这里 团圆只是第一步 怎么让的 让血脉上面的亲人 成为能够彼此生活习惯相容的一家人 对于所有的被拐家庭 都是非常艰难的一刻 我们不仅要做好迎接孩子回家的准备 还要做好怎么成为真正的一家人 这个当年 解救他弟弟的贵州公安局的同志 今天也来了几位 还记得当年 救他弟弟的情形吗 黎兵大家好 你好 这个案件的侦破 我是全程参与了 当时这个犯罪团伙呢 它是在贵阳和尊义 两地都作案 这个就是当时 我们几次到尊义 研究这个案件 我们就连夜 从尊义赶回贵阳 结果在路上呢 就出了交通事故 还是很严重的 当时我们那个车 是用吊车吊回去的 但是我们到贵阳以后 就马上有安排贵阳这边的工作 安排完了以后 又马上又返回尊义 就是完全没有考虑到 我们身上有伤 这个是当时的 那个解救的环境 虽然艰苦嘛 还是有很大的进展 所以解救到了很多小孩 解救完了以后 我们还专门有两个民警 负责带小孩 就临时租了老百姓的房子 确实挺不容易的 但是我觉得呀 我们的所有的付出和艰辛 和这个被拐儿童的家庭相比 他们的痛心疾首相比 真的是可以忽悦不计 确实我觉得这个拐脉啊 带来的伤害真的是太大了 好 谢谢 姐姐不哭了 今天你想过没有 如果弟弟出现在你面前 你对他说什么 我想对弟弟说的话 想了很多很多 我们已经等了你17年了 这17年我们每天都在盼着你回家 我就想问一问你 你找到他家 你为什么不回来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们 爸爸已经见不到你了 但是我不能让爸爸以后再有任何的遗憾 一个为爱妥协的错误决定 改变了整个家庭 弟弟的得儿妇失 给一家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父亲带着对儿子的自责和思念去世 姐姐带着父亲的遗愿和对家人的坚守 17年来从未放弃寻找弟弟 今天他能否找到17年不回家的弟弟呢 妈妈今天也来了吧 来了 来 我们请妈妈上来 妈妈好啊 来 坐 坐 妈妈想过没有 今天如果能见到儿子 你会说什么 见不到他 妈妈还准备继续找他吗 继续走 妈妈不哭 来 我们站在这儿 看看我们的寻亲团怎么给你们 加油 妈妈加油 来 走 来 苏东 谢新玲 你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 你在我们等着我中媒体平台上啊 发来的寻人保兵求助 我们看到了 我们也是立即树立相关的线索 包括联系警察 还有相关的志愿者 帮你展开了寻找 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 孩子的养父母是住在广东 土宁市 我们马上与土宁市当地公安局刑警大队联系 刑警大队与我们共同找到了这个小孩的养父母 并且我们找到他 经过多次询问 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是在04年春节时 这个小孩到深圳来打工了 我们在深圳又进行了多次排查查查发现一个叫罗汉斌的他 他的特定年龄 与你要找的弟弟完全吴合高度一致 我们立即对罗汉斌进行了採写 输入全国的DNA大 judiciary进行比对 我们非常高兴的是呢 这个比对比结果显示啊 你们双方存在的亲缘关系 也就是说比对成功了 他就是你想要找的弟弟 但是毕竟离开家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弟弟呢 在他的心中也有些想法 有些顾虑 他也在犹豫 他到底今天会不会来到现场亲自和你见面呢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好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好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我爸做这个决定就是影响了我们整个一家人的一个命运 我爸爸 他不仅仅是你的爸爸 也是我的爸爸 你为什么要让我的爸爸承受这样的一个痛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为员寻找为爱坚守 请开门 他不仅仅是你的妈妈这个人的感受 我爸做这个决定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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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仅仅是你的身份 我妈妈这个人的感受 你自己是你 他不仅仅是你 我妈妈这个人的感受 我们已经等了你17年了 这17年我们每天都在盼着你回家 你找着那家 你为什么不回来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们 你为什么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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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妈妈 来姐姐把妈妈和弟弟请过来 来我们过去坐 你为什么不回来 很纠结吗 很纠结 知道有一天老师过来跟我说 然后有人过来认证你 认证认证你 对别人家的小孩来说是要回家 对于我来说是要离开家 因为我从小在那里长大的离开家之后 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然后我看到他们的时候 我心里是害怕的恐惧 因为他们在那里长大的离开家 因为他们对我来说是很陌生 因为我一点记忆都没有 然后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 爸爸肯定都不在家的 妈妈就一天通常蛮老的 有时候吃饭都是我跟姐姐两个人自己煮的 自己煮的吃的 然后我在那里感觉不到有人陪伴的那种感觉 当我从亲生父母家回到我养父母家的时候 那种感觉 看到家人那一刻那感觉家好熟悉 感觉这才好像是我的家 其实我回家我不怕 但我唯一怕的是他们会不会恨我 恨我当时为什么要走 然后我又不知道要怎么跟他们解释 当一上年的时候 我有了自己的小孩之后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想回去了 因为当父母了之后就是说每个小孩对于爸爸来说都是很宝贵的东西 很宝贵很珍贵的 每个都当成自己的命令 所以我想有想过要回去 回去看一下 但我不知道他们还在不在那里 还是不是我曾经记忆中的地方 知道姐姐又爱你又恨你吗 我知道她很爱我 因为以前去的时候我就看得出来她很爱我 我就想到那个时候她刚回来她性格发生那么大的转变 其实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也受了不少的苦 她才会变那样 后来吧 我弟弟回到家以后 其实我跟她关系是最好的 那个时候 我弟弟发生什么错 我都不会给我爸妈告 我都呼着她 就你们家庭这个经历 它是个悲剧 它体现的是拐卖儿童犯罪的深层次的危害 她孩子被拐之后呢 经过公安机关的工作 检救回来 这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打拐和检救 但实际上 因为这个孩子他对亲生父母已经没有记忆 在买主家生活的时间又很长 孩子从小给谁生活 他对谁有感情 这是正常的 所以呢 这个孩子回到亲生父母身边之后 其实是应该由心理专家 对他进行一些疏导 就是让他呢 给亲生父母这个 恢复感情 对这个买主 实际上应该是强烈的谴责 所以我们对拐卖犯罪啊 要零容忍 对人贩子呢 要同言成诚 我跟弟子说两句话吧 这一次 是你对于你亲生父母这个家的失而复得 我们很欣喜地看到 你勇敢地踏出了这一步 回到了这个家 真的我建议你抱一抱你的母亲 她一直在望 好 好 弟弟拿眼镜的手 一直在强烈的抖动 内心很不平静 没事儿弟弟 我们依然是一位好孩子 妈妈的好儿子 今后还有孝顺的机会 家人好好过着 好好生活着 来 姐姐带着弟弟带着妈妈 下去休息 谢谢大家 谢谢整整我拉幕主 谢谢你们 17年了 我今天终于找到我弟弟了 弟弟回来了 我的家就回来了 明天我要带我弟弟去看我爸 让他去我爸那里说说话 我们能够一家人团聚 对不起爸爸妈妈 对不起姐姐 我现在回来了 我要更加加倍地补偿你们 对你们好 照顾好 录制结束后 弟弟终于回到了家乡 去看望已经去世多年的父亲 父亲的遗愿终于完成 一家三口将开始新的生活 让我们衷心地祝福他们 幸福美满